这个偏僻的地方有一座高塔 里面囚禁着一位貌美的女子和一位嗷嗷待哺的小女姨 而这个女姨身体里却住着不符合年纪的灵魂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不久前女主因为意外穿越进了闺蜜推荐的小说里 好巧不巧投胎成了恶女的女儿 这大概就是有命穿越没命享福 讽刺的是这个看似圆满的小说有着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她的母亲是男主的夫人 还是那种感情和母恩爱了三年的夫妻关系 但在女主以侍女的身份查入他们的生活后 男主就变心了 开始平凡私会并被女主的妈妈偷听到 为了挽回丈夫的心以及保住公爵夫人的位置也是煞费苦心 可这些却被男主视为刁马并称她为恶女 所以这把她关入了高塔里 可没想到的是恶女居然有了爱情的结晶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哎可怜的小家伙母亲除了为难 其他时候都是在思念自己的丈夫 可谓是出生就没爹疼也没娘爱 好在日子过得也很快 刚学会走路的女主就被迫和母亲分开了 出来后女主就被送去了保育院 来到这里后才发现在高塔的生活有多么好 这大概就是刚入虎穴又入狼窝 周围全是各种声音的指责与谩骂 连院长看见了也当做默认 可就在女主慢慢开始习惯着该死的剧情和命运时 保育院来了一位新的保育员 是一位很开朗善良的女人 主要是对女主特别好 就像是对待亲生孩子一样温柔 这让女主仿佛抓住了一束光 只希望这份温暖能长久的持续下去 第二天女主被突然带回高塔 询问浩德之是带她来见母亲最后一面的 很快来到母亲的床边 看着病入膏肓很憔悴的母亲 女主吃惊之余 还是没忍住眼泪的滑落 明明在外面都忍下来了 可一见到母亲这副模样 还是控制不住心疼 于是她拉住母亲的手 告诉她自己有了名字 叫做达夫尼 是自己起的 还告诉母亲 虽然您不想成为我的母亲 只想成为公爵大人的妻子 但是我不会忘记您的 所以请您不要再辛苦了 好好休息吧 达夫尼母亲听完想喊她的名字 可虚弱至极的她终究没有喊出来 就离开了 而达夫尼在看见侍卫 把白布盖在母亲脸上 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侍卫拉扯着达夫尼说 你该回去了 可达夫尼觉得 这是最后一次见母亲了 说什么也不想离开 这个偏僻的地方 有一座高塔里面囚禁着一位貌美的女子 和一位嗷嗷待哺的小女婴 而这个女婴身体里却住着不符合年纪的灵魂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不久前女主因为意外 穿越进了闺蜜推荐的小说里 好巧不巧投胎成了恶女的女儿 这大概就是有命穿越 没命享福 讽刺的是 这个看似圆满的小说有着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她的母亲是男主的夫人 还是那种感情和睦 恩爱了三年的夫妻关系 但在女主以侍女的身份查入她们的生活后 男主就变心了 开始平凡私会 并被女主的妈妈偷听到 为了挽回丈夫的心 以及保住公爵夫人的位置 也是煞费苦心 可这些却被男主视为雕马 并称她为恶女 所以这把她关入了高塔里 可没想到的是恶女居然有了爱情的结晶 也就是我们的女主 唉可怜的小家伙 母亲除了为难 其他时候都是在思念自己的丈夫 可谓是出生就没爹疼 也没娘爱 好在日子过得也很快 刚学会走路的女主 就被迫和母亲分开了 出来后 女主就被送去了保育院 来到这里后 才发现在高塔的生活有多么好 这大概就是刚入虎穴 又入狼窝 周围全是各种声音的指责与谩骂 连院长看见了 也当做默认 可就在女主 慢慢开始习惯着该死的剧情和命运时 保育院来了一位新的保育员 是一位很开朗善良的女人 主要是对女主特别好 就像是对待亲生孩子一样温柔 这让女主仿佛抓住了一束光 只希望这份温暖能长久的持续下去 第二天 女主被突然带回高塔 群问浩德之是带她来见母亲最后一面的 很快来到母亲的床边 看着病入膏肓很憔悴的母亲 女主吃惊之余 还是没忍住眼泪的滑落 明明在外面都忍下来了 可一见到母亲这副模样 还是控制不住心疼 于是她拉住母亲的手 告诉她 自己有了名字 叫做达夫尼 是自己起的 还告诉母亲 虽然您不想成为我的母亲 只想成为公爵大人的妻子 但是我不会忘记您的 所以请您不要再辛苦了 好好休息吧 达夫尼母亲听完想喊她的名字 可虚弱至极的她 终究没有喊出来就离开了 而达夫尼在看见 世卫把白布盖在母亲脸上 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世卫拉扯着达夫尼说 你该回去了 可达夫尼觉得 这是最后一次见母亲了 说什么也不想离开 达夫尼再次回到保育院 面对乌里内的变怜 以及同学们的嘲讽 终于决定不再无事 反讽到 你们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不等同学们再次找茬 扭头就走 可还没走出去多远 就被乌里内抓住 质问她 怎么可以和朋友这么说话 到底是谁教你这么没有教养的 达夫尼正要解释 乌里内反手把她关进房间 叫她好好反省 这一刻所有的误解 母亲的死亡 以及公爵的不承认 让达夫尼再也承受不住打击 趴在床上不停哭泣 心想 这大概就是注定的结局 应该如此 我能怎么办 可这些人里头 到底是谁会杀了我呢 达夫尼越想越难过 她根本就不想死 她想要好好生活 到了晚上 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这让达夫尼很是恐慌 没想到进来的是乌里内 带着另外几个保育员 乌里内开门见山说 过去是我太宠你了 现在听了前辈们说的觉得你需要好好被教育 所以明天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那里才是你该去醒悟的地方 说完转身离去 还不忘把门给堵上 以防达夫尼逃跑 达夫尼心想看样子 今天我要是不逃出去 明天她必死无疑 于是她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打算逃跑 可转年一想 如果跑了 可就看不到母亲最后一眼了 而小说中 恶女母亲和我死后主角的女儿 幸福生活拉开了序幕 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去冒险之旅 路上不仅结交了好朋友 还坠入爱和平在一起了 多么美好的结局 为什么先犯错的人可以幸福 而我们却要面对死亡 就因为他们是主角吗 达夫尼可一点都不想要这样的结局 她要为自己而活 她要改变这该死的命运 如果努力过还是要面对死亡 那么她就认了 浑穿的达夫尼不甘心 跟着剧情发展的方向走 她必须做出改变 于是简单处理了一下下午的摔伤 再拿出吃奶的力气把床移开 找到了隐藏在床后面的仓库门 为什么是仓库呢 因为我们小达夫尼被众人嫌弃 只有一束仓库可以容身 好在这并没有难到她 反而是因祸得福 只要打开这扇门就可以逃出去 但是这得让达夫尼好好想想故事的细节 说不定能帮助她之后的生活 在她和母亲死后 小男主就登场了 她意图谋杀某商团的女主人 可惜的是计划失败被当场抓获 而女团长跟她野心勃勃 决定培养她当继承人 当时团长的男主遇见了女主 并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女主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想到这里 达夫尼觉得这个男主很关键 他不能出现在某商团 可为了阻止他们的相遇 达夫尼也需要有一个避风港 这个避风港只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寻求男主的养母克罗伊帮忙 而克罗伊收养男主的目的也不单纯 只是为了利用他帮自己报仇罢了 因为克罗伊原来也是在浙加保育院长大的 后来被院长卖给了非法组织 好在克罗伊意志力坚强 扎受了所有的苦难 坐上了商团长的位置 并开始着手准备复仇的计划 小说里也有说 院长是一个粗织大业的人 组织的资料就放在办公室抽屉里 主角们为了找资料 也是偷偷潜入保育院 达夫尼觉得 与其被他们找到 不如自己想办法拿到后 去和商团长做个交易 12点钟声响起 计划开始 为了不发出声音 达夫尼把手脚都缠上了木条 随后推开门走向院长的办公室 好在院长办公室没有被锁 达夫尼小心翼翼的把门关好 来到了抽屉旁开始挨个翻掌 第一层没有 第二层也没有 看样子只有最后一层有希望了 怎么回事 居然打不开 这下可就糟糕了 天亮前不弄到手 一切都是无谓的挣扎 达夫尼站起身 想了想院长毛手毛脚的一个人 钥匙肯定不会随身携带 一定在屋子的某个地方 而且肯定是很轻易拿到的地方 这么小 也就只有这两盆花最有可能了 院长是左撇子 那就先看左边的 果然在这里 看样子上天还是眷顾我们的小达夫尼 等达夫尼打开抽屉拿到的资料 顺便顺走了一枚印章号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在门外响起 这下完蛋了 当达夫尼拿到了重要的文献后 门外闯上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这下可就糟糕了 难道是院长回来了吗 如果被抓住 那院长肯定要杀了他 达夫尼看了看窗口跳下去 是不可能的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门开了 果然是院长回来了 还带着乌里内一起 正探讨着第二天 要把达夫尼送去那个神秘的地方 可院长帕纳群人会把他打死 乌里内则表示 他命运不会轻易挂掉的 而我们达夫尼 此时躲在沙发下面 听到他们的话题 惊口万分 突然院长说 等一下 你看这个是什么 难道是达夫尼暴露了吗 难道这就是命吗 原来院长只是要坐在沙发上 挑衅乌里内 乌里内也享受其中 这让达夫尼没想到 院长居然和乌里内 还有这不为人知的一夜 正说着 乌里内觉得办公室又冷又黑 不愿意待在这里 表明要回家 院长也顺痛了他的意愿 等他们走远了 达夫尼在不可置信中爬了出来 不放心的看了看 窗口确定他们走了后 也抓紧时间撤退了 路过书架 看到了煤油灯 新生遗迹决定改变计划 回到房间把衣服摆成人形 再把鞋子放在门口 包月院不会让外人知道有人死 肯定会拼命领藏他的踪迹 这样计划也就顺利展开了 准备完毕 就要好好告个别了 除了这里 就是崭新的人生 找到煤油灯存放的地方 毫不犹豫地砸碎在地上 就像是砸碎过去不堪的人生 达夫尼心想这么多 也足够把骨头烧得 就算下家了吧 毕竟只有完全消失 才不会让院长们起疑 掏出火柴 毫不犹豫地点燃扔下 达夫尼看着这场大伙心想 虽然会给剩下的孩子们 带来一些麻烦 可是那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毕竟我是因你们而死 只有你们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但你们一定不要太早 忘记我的样子 因为当你们开始 逐渐忘记我的时候 我会高叫归来 定要把你们搅得天翻地覆 一把大伙把宝鱼院 烧了达夫尼 趁着夜深人少奋力逃跑 按照小说中的位置 找到了贝内迪托商团的秘密之门 这里是尽闲秘密 委托的顾客进出的门 一切成败 就看门后是什么情况了 达夫尼按照记忆中 小说所说的暗号 扣下了门 很快门就打开了 原来可以这么顺利 看样子新的人生 正在向我招手 走进去 只见里面乌漆骂黑的 安静的连风声都没有 鼓气勇气的达夫尼 开始往前走 好在越走越亮 想着顺着这条路走 总能遇到谁吧 不见心里泛起一阵喜悦 突然一阵刺眼的灯光照射过来 一道声音响起 绿毛问达夫尼怎么会在这里 达夫尼看着眼前声音很温柔的男人 后退buff刚要说 就被绿毛打断了 眼见情势不妙 达夫尼赶紧说道 我是来见商团长的 绿毛则告诉他 团长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见的 随后警告达夫尼离开这里 可达夫尼心想 我好不容易走到这里 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还不到放弃的时候 于是深吸一口气 大声的喊道 我想要和商团长交易 不懂丽毛再说什么 继续大喊道 我要见商团长 一道女生说 我的耳朵都要聋了 谁在大吵大闹 原来是商团长过来了 达夫尼抽准机会 告诉商团长 我要和您做交易 商团长看着面前 衣衫蓝里的小丫头 问他做什么交易 达夫尼说 请让我加入商团 我会给您您需要的东西 随后递上了自己的筹码 商团长接过达夫尼手中的资料 翻看一下 达夫尼心里不停的祈祷 一定要成功 不然他真的无处可去了 谁知商团长看完笑了一下 说虽然不知你听了什么 偷来这些东西 但这种小事 随便一个小孩都可以做 甚至比你做的还要好 达夫尼听完很是战技 明明是商团长的需要 主角们才会去偷 怎么到他这里 适得其反了呢 这下可怎么办 达夫尼拿到筹码 找到商团长 想要寻求一方 可以庇护之地 可商团长看了眼 他给的东西说 这点小儿科的东西 随便一个平民的小孩 都可以做到 随后说达夫尼的头发 有点罕见 在邻国倒是寻常 不过在这里 可并不是什么常见的颜色 无论是谁 第一眼就能知道 你是那个女人的孩子 随后告诉达夫尼 这笔交易 对他没有好处 收留他 也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劝他还是乖乖回去 达夫尼也冷笑着说回去 哪里还有家 这个世界 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 您是不是也觉得 身为恶女的我 还是死了比较好 可惜 我不会让你们如月 我偏要活着 还要好好的活着 对马斯万叔 母亲音听外面的声音 好像是保育院着火了 而且火势很大 商团长却是担心 孩子们会不会有事 达夫尼说 这不用担心 烧着的地方 只是我住着的仓库 只是为了让他们 以为我被烧死了 所以我要回去的话 后果毋庸置疑 只有死 所以您怎样 都不会帮我的对吗 达夫尼心想 改变原住 真的只是自己 一想天开吗 只要我还活着 就还有希望 我不信就没有一条能让我活下去的路 就算没有 我也偏要走出这条路 商团长看着达夫尼说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科罗伊 看着态度变好的科罗伊 达夫尼赶紧回身 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科罗伊问达夫尼到底想要什么 达夫尼说只要活下去 科罗伊表示自己很看重礼仪 此时他想要几朵花 最好是红色的花 达夫尼说这寒冬腊月的哪里有花 科罗伊则表示城外会有 不过晚上外面很危险 或有凶猛的野兽 可能会一不小心就死于非命 而你必须在天亮前回来 达夫尼可管不了那么多说 我去 我定会在天亮前把红色的花交给你 绿毛告诉达夫尼自己叫伦诺克斯 并给了他一双保暖的鞋子以及披风 拉着他的手说 这里离城门远 我送你过去 达夫尼看着伦诺克斯 即使知道自己是恶女的女儿 还对他这么温柔 心里很温暖 伦诺克斯告诉他不要勉强自己 外面真的很危险 不是单纯的吓唬他 可达夫尼觉得身杀足迷 那些想尽办法折磨我的人要安全 很快就到了城门口 城与拜就在这城门外头了 达夫尼被伦诺克斯带到了城门口 心想改变命运的钥匙就在这外头了 于是紧跟伦诺克斯的步伐坚定的走去 伦诺克斯把达夫尼带到路口告诉他 一直顺着走就能找到 达夫尼头也不回的向前走去 即使早有心理准备 可面对周围安静的只能听见自己脚步声的环境 还是有点害怕 突然一声低沉的吼叫声传来 难道这么不巧遇到了狼 达夫尼心想 可不能就这么残死在外头 就加快了步伐 甚至脚下一个部分摔倒了 腿上的达夫尼看着周围的环境 感觉这里像极了尖塔 黑暗和孤独整一点点将他吞噬 他不能这样干坐着 强惹着腿上的刺痛想要站起来 可自己仿佛到了极限 达夫尼不甘心的想好不容易有了活命的机会 难道就这样死掉吗 突然一只紫色的蝴蝶飞了过来 围绕着达夫尼旋转 达夫尼心想 难道他是来给我带路的吗 于是站起身体 一拳一拐的跟着蝴蝶走 他总觉得蝴蝶很亲切 颜色也像极了妈妈头发的颜色 抬头一看 原来蝴蝶带他来到一处崖边 能看见满月 当然还有一束红色的花 达夫尼看着有点高的悬崖 鼓起勇气开始尝试 一步两步 小心谨慎的向上爬 终于到了花的附近 只要摘下来就可以回去交工了 达夫尼颤颤颤颤颤颤的伸长了手 终于完美的摘下了花朵 心里忍不住雀跃 他终于靠自己的力量 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并告诉蝴蝶 他真的很像自己的妈妈 可就在达夫尼一点点下去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他受伤的脚没力气了 另一边 罗诺克斯也在不停的寻找达夫尼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让达夫尼独自前来 一声惨叫让他注意到了摔落悬崖的达夫尼 眼看达夫尼好不容易摘到了红色的花 结果在下悬崖的时候 受伤的脚一个不稳掉落了下去 达夫尼心想 我一定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死掉 明明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 并向蝴蝶祈求 如果真的是他妈妈的话 一定要帮帮他 随后便陷入了昏迷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身体的每一处都在和自己诉说着疼痛 但是周围的环境让他有点迷茫 一位面带微笑的粉毛问达夫尼 可有感觉好点了吗 喝点热水热热喉吧 并告诉达夫尼 是哥哥伦诺克斯把他带回来的 花也已经交给了母亲 所以请不用担心 达夫尼有点迷惑的问到他是谁 粉毛介绍到自己是里卡达 是一直在照顾你的人 由于你发烧好几天才好不容易退了 但是腿还需要再痒痒 达夫尼紧张的问 以后都不能走路了吗 里卡达赶紧说道 你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 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并告诉达夫尼 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哥哥了 达夫尼不明所以 赶紧抽回手说 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 说完门外传来一道声音 你说没有什么 看你的样子恢复的很不错了 我本意让你摘花 没想到你搞的遍体鳞盛 数十吓到我了 原来是商团长过来了 随后赶来呢 还有伦诺克斯 达夫尼听到克罗伊居然会担心他 有点小小的吃惊 明明小说里的他一场冷血 是内心深处只想着报仇的狠角色 但接下来的话 更让达夫尼震惊 克罗伊居然是过来道歉的 说他以为出了城门 达夫尼就会因为害怕而放弃 没想到不仅去了树林 还摘到了花 而这个花叫斯泰西亚 是很名贵的药材 达夫尼听到是很名贵的药材 赶紧问很值钱吗 够不够做礼物的资格 克罗伊说这个绝对够了 所以这一局你赢了 东西收下了 接下来就该听听 你想要做什么交易 达夫尼坚定的说 我想要的不多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我做商团继承人 什么 达夫尼居然说要当商团的继承者 这下团长和他的儿子都惊呆了 都说要当继承者了 还要的不多吗 达夫尼赶紧解释 只是要个资格就好 并不是真正的继承 只要有了这个身份 他就可以阻止男主改变故事的方向了 可克罗伊却觉得 明明只需要搭载商团就足够了 为何要继承人呢 达夫尼说想要改变故事的结局 因为大家觉得恶女死后 他的女儿也得死掉 才是他们所希望的完美结局 但是达夫尼一点也不向他们如愿 他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他要活得比嘲讽诋毁他的人过得更幸福 说到这里 达夫尼觉得自己说的话过于成熟了 万一他们觉得自己不像小孩子反感自己怎么办 克罗伊这个时候开口说了 我和你是一个报应院长大的 不过在成年后被卖给了非法组织 吃了不少苦头 被卖的不只是他自己 还有其他人 可惜不是人人都一样 有的人死了 有的人活着生不如死 可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认识的朋友 也就是现在院长所谓 他就下定决心要报仇 一定不会让回到他人生的人好过 你给我的资料起了很大的作用 你的仇人是公爵 我的仇人是院长 这么看来我们其实差不多 你如果想跟着我 就要了解物品的价值和交易方法 达夫尼听完这都是小说里 克罗伊对男主说的话 现在变成了对他讲那么也就是说 您同意了我成为继承人是吗 克罗伊说虽然一开始只是想给你一处容身之地 但现在看到你那斗志昂然不甘于眼下的一面 让我很满意 所以你完全有资格成为我的女儿 成为商团的继承人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贝内蒂托商团的继承人 你的名字就叫达夫尼贝内蒂托 欢迎你的加入我的宝贝 第二天伦诺克斯就充当达夫尼的轮椅 抱着他去他想去的地方 可达夫尼心里确实在想 他们为什么同人这么好 不会和乌里内一样心怀鬼胎吧 正想着伦诺克斯说达夫尼的头发比以前白多了 连睫毛也是如此 不然是不是因为坠崖瘦漏的重创才会这样 那就自己那天没有快一点赶到他的身边 再次苏醒的达夫尼正被伦诺克斯带着到处散心 看着达夫尼的白发说 听说只有人受到重创或者大悲才会头发变白 你是不是因为从牙上摔下来太痛苦才这样的 怪我没有及时赶到你的身边 达夫尼安慰罗诺克斯说没事的 我虽然失去了母亲给我的紫色头发 但是却拥有了和克罗尼一样的发色 或许这是母亲最后送予我的礼物吧 为了让我开始新的人生 迪特达看着门口的兄妹俩说 快点进来吃饭吧 今天的美食超级多 达夫尼两眼冒着金光想 这和保育院的根本没法比 克罗尼看见了怎么不吃啊 没有和胃口的吗 达夫尼说只是有些受宠若惊 迪特达说你放心大胆的吃 不够后面还有呢 于是达夫尼就放开大吃特之后 克罗尼说我要先跟你说说 以后你需要做什么 达夫尼一边打好的一边心想 团长果然不会做亏本买卖 问他需要做什么 只要不是去寻死 什么事他都可以义无反顾的去做 克罗尼说只有两件事需要你做 你能做到吗 达夫尼觉得这是在试探他的决心 于是坚定的说当然了 克罗尼表示很好 第一件事就是把你那弱不经常的纸片身体养好 第二就是你要赏出五个愿望 然后告诉我能做到吗 达夫尼没想到会是这两个要求 问这和他当继承人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克罗尼点头表示必然的 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根本 而且作为商人 欲望的大小决定事业的存亡 虽然也要学会隐藏欲望 但你还是小朋友 就先从展示欲望开始吧 达夫尼听完有理有据 说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身体养好的 至于想做的事情 我需要好好想想 克罗尼表示没有时间限制 你可以慢慢想 然后从桌子下拿出来达夫尼之前的背包 达夫尼想起来背包里还有一枚印章 难道被母亲看到了吗 克罗尼说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所以没有给她扔掉 达夫尼听完在想 是不是母亲在试探 可这个印章是她最后的筹码 想到母亲之前说 伤人就算敌破 也要做个油润有鱼的样子 于是深吸一口气说 我不知道您收起来 谢谢您 克罗尼表示没关系 达夫尼觉得不亏是我的女儿 还知道留一手 散场后 伦诺克斯问达夫尼有没有想做的事情可以陪着她 达夫尼表示想要修剪一下头发 伦诺克斯没想到达夫尼想要修剪头发 达夫尼所表示在保育院都是自己修剪头发 毕竟因为自己的发色总是会遭受周围人的辱骂 谁知道伦诺克斯听着听着就哭了 这让达夫尼很不理解 都是他经历的事 为何伦诺克斯会哭得如此伤心 还有里卡达也是 为什么为了他学习治疗毛发给恶女的女儿治疗呢 更疑惑的是克罗伊和他才相处一个月不到 为何会叫他宝贝 还觉得他如此之好 但是直到现在他能明白 他们和物理内部一样吧 于是对伦诺克斯说 我是一个贪心的小孩 得到过的东西不愿意再失去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怕哪一天你们变心了 不可能会承受不住 由于情绪的波动 让达夫尼再次昏迷了过去 迷迷糊糊的达夫尼听着周边的声音 是伦诺克斯在和里卡达说 达夫尼让不要对他太好 不知如何安慰 里卡达指的伦诺克斯应该哄哄他的 克罗伊这时候说 印章已经还给达夫尼了 那是他最后的底牌 我们要尊重他 达夫尼听着众人的对话 感叹着大家真好 可如果这一切不是梦该多好啊 第二天 达夫尼病情好转醒来 想起昨天他们三人的对话 觉得一定是在做梦 或许只是自己期盼的如此 就出现到了梦里 一阵敲门上想起 克罗伊过来看到达夫尼醒 问他有没有做美美的梦 达夫尼表示不清楚 应该是没有做梦 克罗伊一边帮达夫尼洗漱 一边说 那就希望你明天能做个好梦 达夫尼心里则是在想 母亲如此温柔 可我能毫无条件的接受吗 想着想着就哭着问母亲 您和哥哥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克罗伊没想到达夫尼 一直在意的是这个 便告诉他给他准备了礼物 想不想去看看 说着就抱着达夫尼 向另一个房间走去 告诉达夫尼 这个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新房间 还有给你准备的新衣服 你想穿哪个就穿哪个 还有梳妆台 还有可爱的娃娃 书桌 茶几 达夫尼看着眼前的一切 不敢相信 这都是为他准备的 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告诉克罗伊 这些他都喜欢 可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这样的感觉 让他感到很不真实 明明您给我提供助数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您这样会怕自己越来越贪心 克罗伊问 对你好 会让你有负担吗 达夫尼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收礼物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 最主要的是 害怕您以后不喜欢我了 再抛弃我 原来经历了一次背叛的他 已经不敢再去相信这份温暖 他害怕温暖转世级事后 可能就没有心情活下去了 达夫尼收到了来自鲁青的关爱和礼物 这让达夫尼感觉这份爱很不真实 克罗伊告诉他 你想让自己的孩子像你一样成长吗 达夫尼表示那怎么可能 所以克罗伊也是这么想的 为了活命我咬紧牙瓜 才走到现在 不可能让我的女儿像我一样有悲惨的童年 更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受一点委屈 所以我会竭尽所能给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而你也是我的女儿 既然答应你了 那就会负责到底 你只管接受就好 达夫尼受宠若惊的问 难道我什么都不用做吗 克罗伊表示你健康成长 做自己想做的 享受眼下的一切不留遗憾 幸福的生活就好 仅此这些就好了 还有你那两个哥哥 没有任何继承商团的想法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抢位置 达夫尼没想到这些做梦都不敢想的话语 此时正在一点一点融化他那颗缤纷的内心 那扇秀极斑斑的新门也正在一点点打开 所以这份没有目的性的关爱 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相信的吧 他们不仅拉扯我走心的人生 还把我当成真正的家人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吧 达夫尼一把抱着克罗伊说 第一个愿望 我想要叫你妈妈可以吗 克罗伊表示就算你不许愿 你也可以的啊 紧接着达夫尼说第二个愿望 小小和克罗伊认证 克罗伊表示第二个愿望不算 就算不说也会教他的 突然两个哥哥过来看望达夫尼 李卡达很热情的抱住达夫尼 而伦诺克斯也不甘示弱 这一幕温情的画面 算是达夫尼苦尽甘来 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外面某处有两个人正行色匆匆 达夫尼终于如愿以偿的 得到了属于他的幸福 餐桌上李卡达建议大家 非必要不出门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因为怕达夫尼 一个人待着孤单 所以决定要多陪陪他 母亲第一个表态说 以后加班要带回家处理 于是达夫尼的生活 就在美食 学习 散步 幸福中度过 这让达夫尼自己都觉得 自己好像笑得越来越自在了呢 这天快十点 达夫尼还在妈妈的办公室认真学习 造成这个结果 竟然白天不小心弄回了茶水 喝了伦诺克斯的咖啡 在咖啡因的作用下 他完全没有睡意 就和妈妈在办公室继续学习 可商团突然有急事 就离开处理问题去了 留达夫尼自己在办公室学习 突然时钟发出闪耀的金光 这表明有人来了 难道是母亲回来了吗 可出现的人居然是 昨天行色匆匆的两人 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危机感兴来 让达夫尼觉得眼前两个人目的不纯 他想起了这个时候 应该是男主出现的时候 可两个人到底是哪一个 小说里也没有特别描写 男主的外抱特征 这让达夫尼很难办 正想着其中一个人 猛的突进过来 可看到达夫尼是小孩子愣住了 就问达夫尼是谁 商团长在哪里 可达夫尼此时还在想 为什么偏偏是今天 像是一切都约好了一样 各种巧合接踵而来 为何我想要改变原著的剧情 却又要再次面对死亡的安排 就像是不管我做什么 故事总会硬塞给我死亡的结局 男子见达夫尼不搭话 直接亮出了家伙 决定要解决达夫尼 终于达夫尼大喊出声 惊动了伦诺克斯和李卡达 两人火速赶往到了现场 看到了达夫尼被挟持 问到他是谁 放开达夫尼 就在李卡达发动魔法 把歹徒一号控制住后 伦诺克斯第一时间接住了达夫尼 李卡达赶紧来查看 罗布奇眼的歹徒二号 趁机发起攻击 好在李卡达反应迅捷 用魔法把二号也牵制住了 见两人都控制住后 便准备帮达夫尼治疗 谁也没想到 歹徒二号居然很轻松的 就破解链条魔法 怕李卡达受到危险 达夫尼大喊出声 两人也吃惊于突如其来的变故 难道达夫尼就不配活着 只能面对死亡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两个哥哥只想保护好妹妹达夫尼 可谁知 这歹徒居然越过他们 走向了另一个歹徒 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他动作干净利落 直接把歹徒一号给杀了 李卡达看了这一切 不禁有些疑惑 达夫尼却觉得很可怕 明明是几分钟前 还劫持他的人 现在就变成了尸体 他不仅没觉得痛快 反而感到有些惧疾 不等他赶快 生命的转瞬即逝 歹徒二号拿着家伙 看着面前的三人 准备发起二次攻击 说是吃那时快 终于又发出了金光 随后二号就被一阵烟雾 固定到了天花板上 原来是母亲回来了 毛学问孩子们 有没有生到哪里 能诺克斯告诉母亲 歹徒的目标是达夫尼 达夫尼看着妈妈回来了 还是不安心的小手发抖 至少现在他们一家人 谁也没有出事 随即查看二号的容颜 在想他到底是谁呢 明明看上你像个孩子 正是二号睁开眼 也看上了达夫尼 达夫尼第一时间注意到 男孩的眼睛 像子罗兰一样的紫色 他又想起小说 讲得像子罗兰一样 漂亮的紫色瞳孔 没错了 这个男孩是小说 第二部的男主角 伦诺克斯觉得 虽然不知他是什么人 但觉得最好 现在杀了比较好 尼卡达也在一旁复一 可达夫尼心想 要这么轻易杀了他吗 虽然故事的走向 不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男主死了 故事是不是就结束了 他如果不阻止的话 他还会面临其他死亡吗 越想达夫尼 越觉得害怕 母亲把天花板上的男主 放了下来 告诉两个儿子 做决定要慎重 听到这里 达夫尼觉得 妈妈不可能杀了他 毕竟在原著中 男主可是妈妈的继承人 谁知妈妈开口说 达夫尼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所以不能让他轻易的死掉 那是达夫尼 从来没有见过的妈妈另一面 上团长的气势 以及心狠手辣 才是真正的模样 故事的走向 果然开始改变了 虽然知道是 自己抢了男主的位置在线 可他也是别无他法 可如果男主死的话 他又和那些欺负他的人 有什么两样呢 他不想变成那个样子 如果真的杀了他 他可能会内疚一辈子 通过母亲和歹徒的悲剧 他总能想到自己的结局 所以他不想再有人死去 达夫尼看着即将被杀的男主 不由的想起母亲的惨死 心想是不是终究会有一天 自己也会悲惨死去 想到这里 惶恐的达夫尼紧紧紧的抓住 绿毛哥哥的衣服 那话善然落下 大声说 不可以杀他 说明这么珍贵 更恐怕他还是个孩子 就算达夫尼知道 这次是结束园州的最后机会 但他还是不想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 上团长看着哭泣的达夫尼 有些心疼 绿毛说倒是自己考虑不忠 我不应该在你旁边 说这么可怕的事情 对不起达夫尼 哥哥也没想到 心胸矿矿的达夫尼 内心也这么善良 于是表示要向达夫尼学习 达夫尼看着细心安慰 自己的母亲和哥哥 他们没有一个人责怪我 内心突然感觉自己好幸福 一想到有这么多人宠着自己 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 但没过一会儿 达夫尼突然睁开一只眼睛 因为他发现男主正在盯着自己 达夫尼寄压的发现男主的眼睛 有一股让人琢磨不透的力量 随即便告诉母亲 他的眼睛好奇怪 利卡达看完就想魔法确认一下 于是在一道道魔法的攻击下 男主的瞳孔由魂逐变得清亮 利卡达表示 男主是中了幻觉魔法被催眠了 而且还是那种很恶毒的多层魔法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小的杀手呢 商团长听完勃然大怒 那些人也太没有人性了吧 居然利用孩子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轻饶他们 最近又想到伦诺克斯在树林建的小小监狱 就决定把男主关到那里 虽然他是被催眠的杀手 但我们谨慎一点总没错 利卡达也建议 要不要给他施展一个约束魔法 审问一下幕后主谋是谁 伦诺克斯表示 这个交给我吧 自己最近研究了一个自首诱导剂 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达夫尼看着配合默契的兄弟二人 感觉男主美不了要受苦了 达夫尼看着无比疼爱自己的家人 他希望可以改写故事的发展 也是真心希望家人们获得长久的幸福 回想起自己所了解的原著剧情 虽然男主加入了贝内蒂托商团 但关于商团背后的故事也没有奇迹 商团在男主离开后 究竟会变成怎样 都是无法预料的 所以小说的第二部剧情 也要被修改才行 我也要像他们守护我一样 去守护他们 为了我的幸福 为了我真实的家人们 我决定要对男主好一点 争取让他对我产生好感 或许仅凭这一点好感 故事可能就会被再次改写 想着这些入睡的达夫尼做起了噩梦 梦里不停的奔跑 总觉得有东西在追赶他 眼看就要被抓住 幸好商团上的秘书及时把他叫醒 看着暖心的秘书 达夫尼立刻把噩梦抛之脑后 随即就要秘书带着自己 去小树林的监狱找男主 路上看着不知从哪夺出来的轮椅 便问秘书 这个轮椅哪里来的 秘书讲为了您的方便出行 早就做好了 放在衣柜的角落 达夫尼听了心想到 哥哥们不是说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做好吗 这会反应过来 一定是他们骗自己了 秘书微微一笑 解释着大概大家觉得您很娇小 想多疼爱疼爱您吧 很快他们就走到了小树林 等他们走进小监狱发现 给男主的早饭他一直没吃 达夫尼看到可怜的男主 一直蜷缩在角落里 就忍不住一阵心疼 这时男主突然看向达夫尼 肚子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明显男主已经很饿了 可就是不碰食物 秘书表示男主应该受过某种训练 就像洗脑一样的那种训练 受讯后他们会无条件的服从主人的命令 就算催眠被解开了 他也不会碰食物 似乎成为了一种本能反应 达夫尼看着男主明明很饿 却还是对食物不为所动 就想起了自己之前在保育院的日子 食堂里明明有好吃的食物 但是唯独自己不能吃 虽然很想吃 但是只要碰一下那些食物 就会挨打 在那些习惯饥饿的日子里 他真的受够了 因此感同身受的达夫尼 突然很想看看男主吃饭的样子 达夫尼为了想看男主吃饭的样子 竟然提出要自己去投喂 秘书听完连忙拒绝表示太危险了 可达夫尼觉得他是真的饿了 肚子的咕噜声响个不停 再加上可能是因为你是陌生的大人 他害怕 可我跟他差不多大 所以我给他说不定会吃呢 看见达夫尼可怜巴巴的撒娇 秘书只好妥协 一边嘱咐达夫尼不要把手伸进去 一边把达夫尼推到距离监狱 相对安全的位置 达夫尼温柔的向男主问好 可况儿子却是男主的咬牙切齿 达夫尼一脸尴尬 气象 他现在对自己充满了戒备 如果这样直接给他的话 肯定不会吃的 可要是扔给他的话 不行 他又不是动物 怎么可以扔给他 想来想去 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达夫尼抓住龙子的一脚站了起来 面带真正的微笑靠近男主 因为自己之前就经历过杨母的暖心关怀 才敞开心扉 同样的方法对男主肯定有效果 于是温柔的问男主为什么不吃 再听到说肚子饿的话 就没有力气活动 更没有力气逃跑 男主似乎有些动容了 达夫尼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就立刻把食物放到男主能够到的地方 又怕男主觉得食物过干 把水也一起放到监狱里面 男主终究还是破防了 毫不犹豫的拿起三明治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还把水也喝的一干二几 看到男主吃饭这么香 达夫尼不由的也没开眼笑 可还没等多开心几秒 就把一旁的秘书抱了起来 表示地上梁 我们该回去了 达夫尼没想到 刚和男主建立了一点关系 就要回去了 赶忙告诉秘书天气很凉 如果这么一直挂着 很有可能生命 所以把这条毛毯 给他盖上多少能保暖点 秘书看着善良的小姐 无可奈何的把毛毯给了男主 临走之际 达夫尼嘱咐男主要照顾好自己 在他再来探望 他之前不可以惹事 最重要的是下次过来 想知道男主的名字 当然他也会告诉男主自己的 边回首再见 边说这是我们的约定 别忘了 男主看着达夫尼离开的背影 感觉有一丝丝的奇怪 但是自己又琢磨不透 是什么感觉 回到家里 杨母表示达夫尼 不可以再去找男主 从小觉得杀手养很是危险 他不想达夫尼再有任何危险 达夫尼没想到杨母的态度 如此强硬 可又觉得好不容易有一点关系了 不去的话 还怎么让男主对自己产生好感呢 粉毛哥哥看到达夫尼这么关心男主 不由的感动起来 咱也不知道为啥感动 突然达夫尼想到了一个好的 不能再好的办法 达夫尼为了让杨母同意自己去见男主 想到之前自己的五个心愿 于是满怀期待的和杨母说 自己的第二个心愿 是和那个孩子相处一段时间 杨母一时之间没想到 达夫尼竟然这么轻易用掉这个心愿 可怜兮兮的达夫尼说 如果自己不在的话 他会一直饿肚子的 他还那么想 在陌生的地方一定会害怕的 为了让杨母放心 联邦说自己不会进笼子 更不会随便打开门 去的时候也一定会找人陪着一起 如果到时候他还会伤害我们的话 他也就会放弃的 杨母疑惑的问 你是因为可怜他才这么做的吗 达夫尼说确实有一点 杨母无奈的摊了口气讲 既然这是你的心愿 那我也就不反对你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刚刚说的话 达夫尼听完心情立马由应变情 用完饭后拉着粉毛哥哥带着便当 就来到了官养男主的地方 再次见到男主达夫尼很高兴的 学问男主昨晚睡的好吗 男主听到达夫尼的声音 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达夫尼感觉这个样子的男主 就像一只迎接主人的小狗一样 并注意到男主还是没有主动吃饭 觉得还是要自己亲自出马才可以 随后让粉毛哥哥放自己下来 哥哥则表示地上太凉了 坚决不同意 可达夫尼知道粉毛哥哥 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立马达夫尼发现被拾破后 就把毛毯 坐垫 以及保暖的都掏了出来 甚至还带了暖心的热可可 达夫尼看着哥哥热情的样子 不忍心要的他 热可可太甜了 他根本不喜欢 这时达夫尼突然注意到 男主一脸好奇的盯着 李卡达拿来的东西 达夫尼有些不理解 他以前不是杀手吗 难道从来没见过吗 又想到他从一开始 就被施展了魔法 做杀手时的事情 他又能记得多少呢 就想着 哥哥收拾好了一切 问达夫尼还记不记得规矩 达夫尼表示怎么可能忘记呢 望着监狱里的男主 达夫尼掏出了便当问他饿不饿 男主流着口水赶忙表示饿 达夫尼不仅不慢地包着今天的菜单 觉得男主更饥渴难耐了 可达夫尼表示不能直接给他 最让男主心间一下变得郁郁了 随即便说 只要给我吃的 你怎么打我都可以 达夫尼再次带着美味的便当 来到男主身边 可当男主听到不能直接得到美食 情绪一落千丈 他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告诉达夫尼 只要给狗吃的 怎么打他都可以 达夫尼很酷酷地问 为什么要打你 而且昨天给你的饭 你依然没有动 又是为何 男主表示饭有奇怪的味道 可猫哥哥搞猫小设计是说 自首诱导剂 原来为了审问 把诱导剂加到了食物里 可让达夫尼没想到 男主靠嗅觉就可以闻出来吗 便问男主 你以前待的地方 给你送饭的人都对你做什么 男主思考了片刻后说 他们会用拳头打 用脚踢 还有就是辱骂 这让达夫尼不由地心疼了一下 他没想到男主的悲惨过去 会是这样的 小说里描述的男主也是失去了母亲 既然被培养成了杀手 一定遭受了比我还可怕的虐待 他明明之前还想着杀我 但是现在听到悲惨的人生 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可达夫尼并没有 反而觉得两个人很像 便告诉男主没有力气打他 男主听到不是打 那要怎么做才可以 很简单 我叫达夫尼 上次不是说了要告诉名字的吗 现在轮到你了 其实达夫尼早就知道男主的名字 只是他想要听男主亲口告诉他 男主犹豫的片刻讲 他叫拉康纳尔 达夫尼夸赞名字真好听 便把片刀里的美食给了男主 男主吹着碗里的看着手里的 达夫尼惊叹的想 看样子早就饿了 随着男主一死而空的美食 露出了欣慰的笑 可男主却又注意到了粉毛哥哥的存在 觉得他很高大 会不会像杀手团里的人一样 对他继续殴打 边想边惊恐的后退到角度里 瑟瑟发抖 利卡拿不明 所以男主在害怕什么 达夫尼看着哥哥想 是不是因为他太高了 所以才害怕 坐在了达夫尼身边 而男主也冷静了下来 看来他广然是害怕身材高大的人 应该是被这类人虐待过 有心理阴影了 达夫尼感觉拉康纳尔和自己真的太像了 想要他知道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许多温暖的人和事物 达夫尼也是行动派 这么想也这么做了 倒了一杯热可可给拉康纳尔递了过去 告诉他这是世界上最好喝最温暖的 当然也是自己最喜欢喝的东西 现在给你喝了 拉康纳尔端起杯子 犹豫了一下还是喝了起来 喝完忍不住感叹道 这个也太好喝了吧 达夫尼看着拉康纳尔觉得他好单纯 这样就可以让他再次放松下来 而拉康纳尔注意到达夫尼一直盯着他看 于是不好意思的问达夫尼 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看 不觉得我很恶心吗 达夫尼总是盯着拉康纳尔看 这让拉康纳尔有点不自在的问 为什么总是盯着他看 难道不觉得他恶心吗 仍然见了我的眼睛都说恶心 达夫尼听完边抬自己的腿边说 只是感觉有点特别 可是你看我的腿 因为受伤没办法自己走路 所以只能坐轮椅 你会觉得我恶心吗 拉康纳尔看着毫无避讳的达夫尼讲 不一点都不 达夫尼听到心情很是愉悦的 表示自己也不觉得他恶心 反而想多看看他的眼睛 因为自己也很喜欢紫色 拉康纳尔赶忙问 你想看到什么时候 达夫尼说直到我确认你是安全的为止 所以为了能看见你的眼睛 我每天都会来找你玩的 听到这里拉康纳尔感觉到了 自己被人温暖的罩着 小脸一红心想 所有人都对我的眼睛唾起 而你却说每天都想看 时间过得飞快 从互相知道名字后 过了已经一周了 罗诺克斯的自首优导技 一直被拉康纳尔排斥 终究是没有派上用场 但是达夫尼却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用玩游戏的方式来审问 审问后得知了杀手集团的位置 可还是晚了一步 杀手集团已经人走楼空 这天拉康纳尔先提问达夫尼 为什么腿受伤 达夫尼告诉他是因为要摘花 从高处衰落导致的 拉康纳尔不解花是什么 于是达夫尼摘了一朵 别到他的头上讲 就是这个 拉康纳尔问摔下来一定很疼吧 达夫尼讲没事 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治疗腿伤 又想到问拉康纳尔 还有没有其他家人 纳尔表示还有一个哥哥 说总有一天会来接他 达夫尼则觉得 如果真的会来 就不会去杀手集团了 看着变强连自己年龄 都不清楚的傻小子 不忍心戳破 今天的问答游戏结束 刚准门离开 本毛哥哥来了 还带着一个看起来很沉的包裹 叫达夫尼存在里面是什么好东西 提示是对达夫尼很有帮助的东西 这个少女拿着树枝在地上这么一画 瞬间移动魔法阵就做好了 不久前 本毛哥拿来了一堆瓶瓶瓶罐罐 在众人不解的注视下 把药帅倒在了树枝上 表示树枝已经被湿了魔法 然后叫达夫尼拿着被湿了魔法的树枝 帮他完成一件事 只见粉毛哥拿着不灵不灵的粉末 在地上边撒边说 达夫尼 你用树枝眼的轨迹画一遍即可 等达夫尼画完粉毛哥 就开始一顿猛夸 这可让达夫尼有点无奈 完全就是把自己当小孩子哄了 虽然他的外表就是个小孩子 粉毛哥蹲在法阵前 把手放在上面 只见法阵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达夫尼忙了 这是什么 粉毛哥表示 你可以猜猜看 达夫尼听不乐意了 我也有参与 所以有指导的权力 粉毛哥不忍心在逗达夫尼便说 他观察了纳克纳尔一个星期了 确定了 纳克纳尔重的魔法都已经被解除了 所以大家决定把伏底的走廊 和这里连接起来 纳克纳尔听完轻声说 瞬间移动法阵 这让达夫尼听见了 不只他怎么知道 瞬间移动魔法阵 还有他的表情 怎么突然变得暗淡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突然 纳克纳尔与达夫尼眼神对视 一瞬间表情由音转型 绿毛哥把达夫尼放在毯子上 走到好近距离观看魔法阵 可纳克纳尔从后面 悄悄拉住了达夫尼的手 达夫尼察觉到他的紧张 就反握住他的手 这让纳克纳尔很失受用 绿毛哥继续解释 是因为天气越来越冷 不想达夫尼来回折腾 可又不能阻止你们相见 于是就想到了这个方法 达夫尼正感叹 就听啪的一声 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纳克纳尔 重重的给了自己一耳过 随后说的 原来这不是梦啊 达夫尼这种心疼的 抚摸着纳克纳尔的脸 问你不疼吗 可拉克纳尔不觉得疼 反而觉得很开心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更长了嘛 绿毛哥现场 就逃出不知从哪来的药 告诉达夫尼要给拉克纳尔上药 达夫尼看着上药 傻乎乎的拉克纳尔 心想难道小叔男主 是个傻瓜吗 但是据他了解 他不可能是傻瓜 原住重的他 可是性格很差呢 和女主更是不打不消失 于是晚上强忍着 不被养母后睡 偷偷来到毛发阵前 一瞬间就传出到了地方 可真方便 可是周围没有灯光 想得格外黑暗 这份黑暗 让达夫尼很是恐慌 他一点都不喜欢 黑暗带给他的 只有无尽的窒息 拿着讨厌的感觉袭来 让达夫尼很不舒服 这下可怎么办 达夫尼偷偷看望拉克纳尔 却陷入了一片黑暗 正当他感觉没有安全感 身体无法移动的时候 一束淡淡的紫色光芒 闪烁着映入了达夫尼的世界 那是什么会是月光呢 不耐不是月光 是拉克纳尔的同伙 拉克纳尔没想到 这么晚了达夫尼居然会过来 达夫尼看着那对帮 自己驱赶了黑暗 闪耀着明亮光芒的紫色铜 由衷地感叹到 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比天上的月亮还要美 这话叫拉克纳尔 不由得感到开心 但还是不忘关心到 你是瞒着家人敲敲过来的 达夫尼从轮椅上下来 一到拉克纳尔身边点了点头 拉克纳尔 小脸一红兴奋地问道 为什么是因为想我 达夫尼避开这问题 又回到我室来给你送这个 拉克纳尔拿到手上一看 兴奋到居然是热可可 达夫尼看着可爱的拉克纳尔 摇晃着杯子问你要喝吗 拉克纳尔赶忙点头 顺便想邀请达夫尼一起喝 可达夫尼尔尴尬地表示 自己不喜欢热可可 拉克纳尔震惊地看着 达夫尼说你之前不是最喜欢 现在不行 达夫尼顺手拿起毯子 盖住了拉克纳尔的脚 点了点头讲到 所以你多喝点 拉克纳尔羞涩地喝着热可可 心想真好喝 达夫尼看着可爱的拉克纳尔 心里计划着白天过来陪玩 晚上再悄悄过来送美食 这样相处下去总该 能让他依赖我吧 他也就不会讨厌我了吧 感觉自己真是一个小机灵鬼 拉克纳尔偷偷挪动脚 离达夫尼更近一点 问到你本来就很讨厌吃甜食吗 达夫尼表示肯定后 拉克纳尔就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问为什么 达夫尼觉得没什么 就告诉他是因为太甜了 他怕自己会一起被融化掉 他怕现在的甜蜜生活 会让他忘记过去的现实 会连想要活下去的意志力 也被融化掉 拉克纳尔听完 却是笑了觉得达夫尼像个小朋友 这让达夫尼不理解 拉克纳尔解释你 居然怕自己被融化掉 真是太可爱 达夫尼没想到 被跟自己差不多大的人 说向小孩子 不由得恼羞成怒 转身打算离开 拉克纳尔赶忙握住他的手 说别走你别担心 我会紧紧抓住你 不让你被融化掉 因为你信任我 所以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的 拉克纳尔为了留住达夫尼一顿 输出表明心意 这让达夫尼心里一满 这明明是冬天 可拉克纳尔的笑容 却像是在春天盛开的花朵一样灿烂 但是他想到自己是 人人喊打喊杀的恶女的女儿 所以你如果听见这个 还会这样坚定地守护我吗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两个人相处 也有一个月了 绿毛哥看着发芽的小草 说春天也快要到 但是达夫尼发现 拉克纳尔最近背着自己有了小秘密 偶尔偷偷摸摸地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每当自己靠近喊 他都会慌里慌张地藏起来 粉毛哥建议春天来了 要不要和达夫尼去交友 拉克纳尔听到盲坚定表达自己也要去 可由于太用力握住门框一阵刺痛传来 达夫尼探见盲问怎么回事 拉过拉克纳尔的手 发现胳膊上居然有一条深深的伤口 拉克纳尔心虚地扭过头 表示没什么 绿毛哥哥边清理伤口边问 难怪最近少了一个碗 是收拾的时候受的伤吗 可拉克纳尔却是闭口不紧 心急的达夫尼问到 为什么受伤了不告诉他们 拉克纳尔的话 却是震惊了达夫尼 因为他怕自己说了会挨骂 而且这样留下疤痕不是很棒吗 达夫尼历声喊道 都留下疤了有什么棒的 拉克纳尔看着不对劲的达夫尼 怕自己说错话 小心翼翼地开口 他们告诉自己伤疤是荣耀的勋章 这话叫三人都当头一棒 这也太不像话了 谁会说这种话 心想为什么不反抗 要听那些人话 他们根本就是错的 难道他就一直像个傻子 在被动地挨打呢 但又想到了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可至少要努力一下呀 感同身受的达夫尼 此时多想让拉克纳尔 也体会一下 没有痛苦和折磨的幸福 于是达夫尼拉住 拉克纳尔的手严肃地说 别把伤疤当成勋章 别去听信那些胡言乱语 不要理所当然地接受痛苦 由于长期的洗脑 让拉克纳尔不懂为什么 达夫尼语重心长地解释道 因为周围的人心疼 我也会心疼 拉克纳尔看着不开心的达夫尼 瞬间不安是自己让他伤心了吗 绿毛哥抱起达夫尼 轻抚他不安的情绪 准备带他先回去 然后拿治疗拉克纳尔的绷带 达夫尼看着拉克纳尔 叫他答应自己 从现在开始 不能再隐瞒自己受伤的事情 他不希望他再受伤 拉克纳尔心想 原来达夫尼是在担心自己 瞬间心情大好点头答应了 达夫尼看着答应自己的拉克纳尔 为什么只交给他打架 却不告诉他花是什么 而是理所当然的 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杀手 带着这样的疑问 达夫尼决定夜晚 自己悄悄来找他问清楚 拉克纳尔没想到达夫尼 来问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地方 便告诉他自己 生活在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那里无论什么时候 都充斥着人们的尖叫声 在那里打人杀人都是很常见的 而自己因为瞳孔颜色 额外招人讨厌 但他们也可以见哥哥 作为条件让自己杀人 只要自己拒绝 就会被施魔法被迫去杀人 是你把我从那种地方挤救出来 达夫尼预想了各种可怕程度 但这可怕程度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拉克纳尔看着达夫尼 问出了一个问题 你害怕很黑的地方吗 这让达夫尼愣住了 他是什么时候察觉到的 但又觉得自己表现得 太明显的便心意横承认了 他觉得黑暗总有一天 会把自己恩使 而且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 总会让自己觉得 他被黑暗的罵着 所以只要看到黑暗的东西 就会不由自主想到他 拉克纳尔不解亲生父亲 为何会抛弃达夫尼 达夫尼心想自己担心的 还是到来了 自己是恶女的女儿 他如果知道 会怎么想 虽然他连花石什么都不知道 可如果在某处了解了恶女的含义 会不会像其他人一样讨厌我 所以还是趁早告诉他 至少他现在说讨厌 自己可能还不会过于痛 便哽咽地告诉他 自己是恶女的女儿 大家都觉得我罪该万死 达夫尼很想看清楚 拉克纳尔的表情 但止不住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这让他感到很恐慌 如果他像那些人一样 用那种眼神看自己该怎么办 说着就把头扭向一边 他不敢看只希望不要讨厌自己 这时拉克纳尔开口语气 坚定地说到达夫尼 就算你妈妈是恶女那又怎么样 恶女的女儿又怎么样 拉克纳尔面带暖羊般地微笑 拉住达夫尼的手摇晃着说 因为这么别搅的理由 要你死也太不像话了 你又不是坏人 达夫尼有点不敢置信 重复到所有人都想让我死 拉克纳尔握紧达夫尼的手 坚定地说 你别担心以后 不会再有人对你说那种话 我会守护你的 达夫尼没想到拉克纳尔 居然不介意自己是恶女的女儿 拉克纳尔觉得这都不重要 因为是你救了我 所以就算所有人都讨厌你 我也会喜欢你并且守护你的 达夫尼没想到 曾经被所有人厌弃 没有一个人愿意守护 拥有前世记忆的自己 在那个可怕的地方 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但现在不是 看着紧握着自己手的拉克纳尔 也有了守护自己的人 这一刻达夫尼再次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拉克纳尔见达夫尼不哭了 又问到绿毛和粉毛是你的家人吗 达夫尼不解答 还是点头表明似的 这让拉克纳尔有点小情绪 因为自己不是 但羞涩地偷看了一眼 达夫尼开口道 那我是你的朋友吗 这个问题叫达夫尼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完了我们可爱的拉克纳尔伤心了 达夫尼重生后 便没交过朋友 所以自己不清楚怎么定义朋友 但从前世的记忆来看 和朋友一起会感觉很幸福快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 头很痛浑身很冷 紧抓领口挣扎 发现自己不能呼吸了 拉克纳尔见达夫尼在自己面前 倒下一边喊他名字 一边不知所措用力锤打着门框 另一边巨大的声响 惊动了粉毛哥和绿毛哥 绿毛哥问 粉毛哥也听到声响了 位置在楼上 也就是母亲或者达夫尼的房间 粉毛哥表示听到了 可结界并没有异常 可要不是结界的问题 那就是有很重的东西掉下来了 会不会是达夫尼从床上掉下来 刚上楼就看见出来的母亲 既然不是母亲 那就可以确定是达夫尼了 这时一边便呼喊达夫尼的声音 传来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拉克纳尔一山蓝绿的 抱着达夫尼出现在传送阵 急切地哭喊着 谁来帮帮我达夫尼好像要死了 达夫尼意外晕倒 纳尔破拉而出 抱着达夫尼寻求帮助 母亲见状赶忙少年查看 发现达夫尼额头滚烫 明明刚大病 注意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着抱着达夫尼转身离开 冰尿跟毛哥一起 让粉毛哥处理剩两的事情 纳尔见达夫尼被抱走 泪流氓面含着达夫尼的名字 粉毛哥毛阿为纳尔 有母亲在 达夫尼不会有事情呢 自己先带她去别的地方疗伤 纳尔听到去别的地方 立马跪地请求到不想回监狱 可不可以留在这里 直到达夫尼醒过来 粉毛哥抱着纳尔耐心告诉他 我们不去监狱 只是带你疗伤 只要你勾勾配合 治疗完马上带她去找达夫尼 纳尔听完立马乖乖治疗 治疗完粉毛哥问纳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纳尔却犹豫了一下 随即保持了沉默 粉毛哥无奈告诉纳尔 他们也猜到了 自从有了魔法阵 达夫尼每晚都去找你玩吧 纳尔辩解到 是自己让达夫尼多陪陪自己 他才过去的 粉毛哥看着纳尔心想 这小子早就可以从监狱逃出来 却还一直到老实实待在里面 见纳尔心不在 在烟面深入手说道 走吧 我哥应该已经给达夫尼喂过药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 纳尔看着眼前 合晒的粉毛哥先想 之前还觉得他很可怕 可现在却完全不害怕了 他不仅没有责怪自己 甚至还做了魔法阵 让自己可以待在达夫尼身边 这难道就是有哥哥的感觉吗 一周后的千天 达夫尼醒过来要水喝 谁知递给自己水喝的 居然是纳尔 纳尔盲解释 是你母亲同意 让自己在这里待到 你醒过来为止 达夫尼看着眼前 但纳尔问道 是不是他把自己送回来的 听到准确答案后 达夫尼无奈道 你个傻瓜 明明早就可以从监狱逃走 却还一直在那里等我 但纳尔却给达夫尼道歉 都是因为自己 他才生病的 达夫尼表示 自己是自愿去见朋友的 他为什么要道歉 纳尔听到达夫尼说自己是朋友 瞬间喜笑颜开 再三确认下一把抱住了达夫尼 达夫尼也亲切地将纳尔围达拉 听到动静的母亲 赶过来见达夫尼醒了 立马抱住失而复得的女儿念叨 明明只是感冒 可你却一周都没有醒 担心死了 不过既然你醒了 那就来说说之前的事情吧 转身 英脸严肃地问 纳尔明明有能力逃出去 为何不走 纳尔表示 如果自己出去的话 达夫尼可能会害怕 毕竟自己第一次 差点伤害到达夫尼 达夫尼没想到 原来纳尔是这么认为的 母亲继续追问 那你又为何冒着暴露实力的可能 带着达夫尼深夜出逃 纳尔渐渐地回到 达夫尼比起自己更珍贵 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 告诉纳尔 为了表达感谢 本想帮你寻找哥哥 但是你哥哥好像不是什么好人 达夫尼忙问纳尔 之前不是说 你哥哥会来接你吗 纳尔心虚地给达夫尼道歉 因为自己撒谎了 哥哥说自己是个坏孩子 只有自己变好了才来接他 可他是个没有遵守约定的坏孩子 所以他不会来接自己的 如果再回到之前的地方 自己肯定会死的 话到这里 母亲问纳尔 今后你需要住的地方 家里刚好有房间 你怎么想 纳尔赶忙表示自己想要住在这